提前庆祝九九重阳节乐成功举行敬老大会 现场发出500多万的重阳礼金和长寿面线 提供邻里八里4000多名长者 庙方表示70岁以上的长者都可以领到这份祝福 这几年高龄长者倍数成长 他们也是乐见其成 发挥汉兮妈祖慈悲照顾大众的博爱精神 也鼓励长者们健康生活活越久领越多 在众人的见证下 乐成功董事长郭松义代表妙方 将3600元的重阳礼金及长寿面线 送给高龄90多岁的何春树阿公 迎接一年一度的重阳节 乐成功也举办敬老大会 为临近八里长者送祝福 我从小在这出生的 做小孩就都在拜妈祖 拜九十几年 七十月一千块 八十月二千 九十月三千六 一百万一 我说多多多多多多多六 和一个小米 我们拿回来 所以我们妈祖十几年 来发挥 来办理这个 我们伯利来 这个九月中 进入八中 殡知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的精神 感念长者对社会的贡献 并且发扬妈祖慈悲 照顾大众的不爱 而成功今年一共发出五百多万的重阳礼金 给七十岁以上的长者 而其中还有十位人类 是领到一万两千元 让地方的老宝贝也感到相当的幸福跟开心 因为有够到我们这些老大人 那这边要打开 那这两码锅 砍不起来 砍不起砍 有感觉感受 很感恩 人类传 开不高 这些武法好嘛是不是 对啊 这些老大人 这些平均 人数越来越多 人数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好点胸 但是相对的是 来得这边很高 乐成功发放重奖敬劳礼金 持续四十年来不间断 而这几年的金额跟人数是快速增加 庙方也乐尽其成 要一起的来守护这群长者 也鼓励长者们要健康生活 活越久 零越多 这里讲台中 采访到